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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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Evelyn Space House的founder 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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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读了过后也一路走来到今天 就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 一路来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只是幸运的前提 当然我们一定要真心对待每一件事情 跟真诚对待每一个人 所以从以前我是Baseside KL 然后后来来到JB人生地不熟 可是也很幸运地通过朋友 介绍到一个很不错的project 然后也从那个project做到有很不错的portfolio 所以就从那边开始在JB开始创业的路 然后从创业到现在其实以前是自己一个人 然后后来到两个人 然后到今天Space Out的整个team 我觉得都是一个一直在不同学习的路上 以前只需要focus在design 现在需要做整个团队的管理 我觉得创业就是一个一直在不停学习的旅途 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我们很注重顾客的生活习惯 我们希望设计可以真正帮助到他们改善生活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生活才去工作 可是很多人却因为工作忘记了生活 我其实也是这样 在经历了一些事情 然后付出了一些代价过后 才真正领悟到这个道理 所以我希望可以把这一个领悟 这一个message更早地传达给身边的人 人生就是一场体验 工作虽然要好好做 可是也要好好对待自己 真正了解自己过后 才可以懂自己的家里 真正其实需要怎样的设计 怎样去提升自己的生活 设计风格不一定要跟风 设计的材料也不一定要用到最贵 最主要是要了解自己过后 才可以选择最适合的给自己 我们的design philosophy 是crafting the perfect identity 探索生活 我们不讲style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故事 我们会从顾客的生活经历 生活习惯 去探讨一个最适合的design给他们 我们希望坐在屋子里面的人 感到舒服的同时 也可以感觉到归属感 我们相信一个好的design 是可以reflect到owner的品格 个性甚至价值观 这几年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design firm越来越多 代表其实我们越来越被需要 可是相对来讲 其实竞争也是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其实一间公司的定位 就很重要 你是一间什么类型的室内设计公司 现在顾客其实都做很多research 去找到一间适合他们自己的室内设计公司 有的公司注重价钱 有的公司注重装修部分 Space House我们比较注重的是在设计的部分 到底设计可以怎样真正帮助到顾客 怎样提升他们的生活 怎样认识自己 找到最好的设计 现在这个时代 顾客都不缺产品 他们缺的是怎样做出名字的选择 几年后的今天 我们的showroom也做出一些改变 从以前的showroom只是在讲设计 讲material 讲compartment 我们现在也改造成是一个生活体验馆 以生活出发讲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在忙碌的生活里面找回生活的方式 我们也通过查去传达一些我们对生活的理念 顾客和designer可以在这里有一场舒服的交流 去探讨生活 带着健康和环保的生活里面 我们也融入了一些室内设计行业的伙伴 进来我们的showroom 例如furniture lighting curtain tabletop 和landscape 我们注重设计的同时 也会把最好的产品介绍给顾客 我们相信一段好的关系都是win-win的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设计领域和顾客都可以互相受益 这个才是现在和未来最好的方式 在我们的团队里 有一些是来自AEGO学院的学生 很多人会很怕请first grade 担心很难train 可是对我们来讲 其实态度最重要 只要态度好 剩下的就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还有一个我们觉得AEGO学院很好的地方就是 他们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在线的设计师 他们都很updated 然后也可以很时常分享一些很实战的经验给到学生 让这些学生真正踏入职场的时候 除了有很美好很憧憬的画面 也有很多很现实的一些状况去面对 我们train designer的方式是 以他们可以个人独立去处理project的方式 在train他们 因为这个年代我们都懂请人很难 所以未来可能更请不到人 所以我们希望以后我们都不需要请人 大家可以在SpaceOut这个platform里面都是合作伙伴 在这里可以怎样把最好的呈现给顾客 甚至回馈给社会 AEGO学院的Culture跟SpaceOut其实是非常相近的 SpaceOut的CoreValue是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的中间是一个盒子 SpaceOut四合院的盒子 这个盒的意思代表着一个成长 一个稻米在成长的过程 所以这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融入生活和设计 在三角形上面是 团队 便 和 以重为持 团队我们想要讲的就是一个人 其实可以走得很快 可是只有一群人才可以走得更远 在这个团队里面我们只能去互相了解 去把最好的诚信给顾客 便 就是唯一不便的就是便 在这个一直在变的时代里面 我们想要一直去review自己 改变自己 把自己做到更好 最后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以重为持 不忘初心 才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走下去 感谢您好